纽约发生震惊全美的杀警案件 一名非洲裔男子布林斯利 在巴尔迪摩市开枪打伤前女友之后 前往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用行刑方式近距离枪杀 正坐在警车内执行巡逻勤勿的两名远警 包括华裔警员刘文健 拉丁裔警员拉莫斯两人死亡 凶嫌稍后于附近的地铁站自杀身亡 这起杀警案件让种族冲突再度受到瞩目 同时也让人非常担心纽约的治安状况 据了解这名犯下杀警案件的非洲裔男子布林斯利 在周六当天上午先在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 向他的前女友汤普森的腹部开枪 并抢走汤普森的手机随即逃亡纽约 他在枪击前女友汤普森之后 三个小时利用汤普森的Instagram账号 发表将要杀害警察的讯息 他表示今天我要杀两只猪 他们杀了我们一个 让我们带走他们两个人 以表示他要针对纽约的非洲裔小贩加纳 之前遭到白人警员索猴致死报仇 布林斯利到达纽约之后 前往纽约的布鲁克林区 手持一支银色半自动手枪 靠近当时正坐在警车内 执行巡逻勤务的两名警员 并突然近距离隔着车窗 对两名警员开枪 两人头部及上半身中了多枪 在被送往伍德赫医院之后 宣告死亡 死亡的两名警察 分别是32岁的华裔警员刘文健 以及40岁的拉丁裔警员拉莫斯 布林斯利在开枪后随即逃走 到附近的地铁站月台上 开枪自杀身亡 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 纽约市长白思豪 因为曾经支持民众反对警察 不当执法抗议 备受指责 许多民众对于遇害的警察表示同情 也有人担心 若是执法警察自身安危不保 又如何能保护社会大众的治安 欧巴马总统则表示 他无条件谴责此谋杀行径 他并敦促民众以祈祷和同情 而非暴力来回应 联邦司法部长霍德尔则说 司法部将动用一切资源进行全面调查 目前警方还正在进一步理清案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